嗨 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一道美食 南乳猪肉 南乳猪肉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 需要两半的酸 一汤匙的蚝油 一汤匙的烧杏酒 一茶匙的五香粉 一汤匙的糖 一茶匙的胡椒粉 还有700克的五花肉 适量的淀粉 接下来就是南乳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 首先我们先处理我们的猪肉 皮 我们不要把它切了 只要把它切成大块 先把它对半切 切猪肉呢 你要挖得比较紧 实在切不了的话 你可以拿它去冷冻一会 再冷冻一个小时 这样子拿出来切的话 是比较好切的 直接放在碗中备哟 蒜头呢 我们是要剁成泥 是要切得稍微碎的 放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我们的糖 加入胡椒粉 加入胡椒粉 加入五香粉 加入我们的烧鲜酒 加入蚝油 干净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五大爷拿三块的南乳 还有它的南乳汁 可以五汤匙 我们把它压扁 搅拌均匀 这个碗里放出来 这个碗里有点小 没关系吧 弯弯搅叻 搅拌均匀 之后准备一个蜂蜜盒 没有的话呢 你们就使用保鲜膜包起来就可以了 使用放进冰箱冷藏 二至五个小时 你放的叶子呢 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变香 毕竟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时间 你至少也要一个小时 之后再涂上一层 薄薄的淀粉 这里要准备一个大盘 不能把它们叠在一起 只有放置十分钟之后呢 让它吸收这个淀粉 变成这样的 米色的就可以了 倒热锅背油 先用筷子试一下温度 加入骨肉 如果你一次做比较多的话 你就要分开炸 你不能沙头咖喱全部 直接进锅里面煮完 因为它会黏在一起 所以你要分开炸 从头到尾呢 大约炸个十分钟 用中小滑炸就可以了 大约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它翻一下面 好 给绕起来了 写一个试试看哦 写一个试试看哦 这个是简称的外酥里嫩 这个是简称的外酥里嫩 它都没有那么光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很愉快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问我 如果你想吃什么菜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告诉我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